大家好,我是产品部的Alita 嗨,大家好,我是上海分公司的Gina 今天跟Gina一起,我们跟大家一起简单的盘点一下爱多美的底妆产品 大家可以在桌子上看到这是我们已经上市了的底妆产品 有爱多美的BB霜,还有11月即将上市的气垫粉底 还有未来会要上市的隔离霜 这些都是咱们的底妆产品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个底妆产品介绍 因为很多会员朋友们经常会问我 什么产品用在前面,什么产品用在后面 那谁和谁一起使用 那今天我就把问题都带来了 让Alita老师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果然是有备而来 好,那我们就先从底妆的功效开始说起 那底妆的功效就是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均匀 毛孔有隐移而且有光泽 均匀肤色让皮肤看起来平滑有光泽 总结的很到位 其实很多人错把底妆当作遮瑕 所以就会使用很大量的这个底妆产品 这样的话会让妆容看起来不光是厚 而且妆容特别的假 所以遮瑕要交给遮瑕的产品 如遮瑕膏啊,还有遮瑕笔啊等等 那目前啊,我们还没有遮瑕的产品,是吗? 对,没有 那也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我们也正在完善我们的彩妆产品线 那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底妆吧 好的 我们目前上市的是爱多美基础护肤六件组的BB霜 它也算是我们的基础底妆的一种了 BB霜现在可以说是满足我们的均匀肤色的要求了 那为什么还会有粉底啊 比如说我们的气垫粉底格力霜呢 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那你平时在化妆的时候 你有什么困扰? 就我个人而言啊 我的皮肤特别的吃妆 所以就是如果我化妆的话 基本上两个小时就需要补妆了 那如果涂得厚一点的话 就会容易出现一些服装啊 不服贴的这种现象 容易服装 然后还吃掉妆了 那就你说的这两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困扰 容易脱妆 随时随地都需要做补妆 对吗? 对的 那么气垫粉底就有了它的用武之地了 当然它们可以满足我们的化妆底妆要求 又能够满足我们的鞋带 非常的方便 随时补妆 还你一个精致的妆容 对的 上次呢我们一起去参加活动 因为要化妆出门 又要戴口罩 所以到了地方之后啊 摘了口罩好尴尬 就是妆容全被口罩给磨花了 尤其是鼻子这里 然后我们看到口罩里面全是粉底 这时候如果你有气垫粉底在包里的话 就可以轻松地化解尴尬了 太好了 那如果妆容呢出现服装 那怎么办呢? 服装啊它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种 有刚开始上底妆的时候不服贴造成的 这样呢你就需要轻拍粉底 而不是平涂 我们有的时候就这样涂了 像刷墙一样 一定要轻轻地拍 用手 用粉底铺 粉底铺 还有就是海绵蛋都可以 即使是用这个粉底刷来进行涂抹我们的粉底之后呢 也要用轻拍 让粉底更加地服贴才可以 嗯 所以上妆的手法很关键 大家一定要记得轻轻地拍 嗯 对 还有一种原因容易服装 就是肌肤本身缺水 皮肤干燥的人 所以它不能够很好地跟彩妆产品进行融合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隔离霜这个产品 护肤之后呢 帮助我们在彩妆之前 让细腻的产品质地 让肌肤要缓解干涸的状态 同时又有珠光的效果 让我们的肌肤呢 有光泽感更加平滑 弱化瑕疵 使用后妆感非常的通透 所以啊 隔离霜的功效 就是让护肤后更好的过度彩妆的产品 那让妆感呢 更加的服贴 那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上市呀 我带大家来打探一下 我就知道大家会问我这个上市的时间 预计呢 会在明年一月上市啊 预计 嗯 好期待 那快来告诉我们该如何挑选吧 嗯 主要是挑选颜色对不对 是的 那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 底妆呢 不是越白越好 嗯 而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颜色 才是最好看的颜色 我先来盘点一下 目前我们的颜色深浅 那最白的呢 就是我们的气垫21号冷白色 那气垫粉底21号 然后第二呢 就是23号暖白色 那如果是冷色肤色的话 就可以选择21号 如果是暖色肤色 你就可以选择23号 那么比他俩还要暗的颜色 就是我们的BB霜 BB霜会这样暗一些 好的 那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啊 他们不清楚 哪些是要选择暖色的肌肤 哪些要选择冷色的肌肤 这该怎么办呢 不清楚自己的肤色 到底是冷色还是暖色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看 平时穿的衣服啊 这是一个小的技巧 如果你平时穿蓝色 或者是粉红色的颜色 很好看的话 那你就是冷色的皮肤 你就可以选21号 那如果你穿黄色 绿色的皮肤 会显得好看的话 那你就是暖色的肌肤 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判断啊 所以你就可以选择23号 起点蓝色 那BB霜呢 就是比这两个颜色都要暗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涂抹在我们的脸部的轮廓外面 能造这种小脸立体的感觉 那如果我们的朋友们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好看 或者说我觉得我穿什么颜色都好看 那这样怎么判断呢 对 像这样的人比较多 就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穿什么颜色 那更好办 其实呢 就可以利用这下方法 那我们现在用23号起点粉底来举个例子 那我们把粉底的颜色取出来 涂在一个位置上 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和颈部的颜色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我们现在请金娜做一个示范 涂在哪里呢 涂在它的下颌线这里 我们把粉底涂开 诶 大家是不是也看到 这个粉底涂开以后你会发现它消失了 因为它的脸色和颈部的颜色都会被融合在一起 这样的颜色才是更适合它的颜色 看23号的颜色多适合我们的金娜 好的 那我就知道我该使用什么颜色了 23号色 是的 那相信我们的会员朋友们一定都迫不及待11月的到来 赶紧回家试一试 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产品之间如何搭配使用呢 前面呢 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每一种底妆的产品 它的产品的特点和用途都是不同的 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组合 气垫粉底呢 它有两个颜色 那它可以相互组合 同时呢 它也可以和我们的BB霜来进行组合 利用颜色的差异可以打造一个立体的妆感 如果你是气垫粉底呢 跟我们的防晒霜来进行组合的话 可以让防晒和妆感升级 如果气垫粉底和我们的隔离霜来进行组合的话 可以让妆感更加的轻盈浮贴 光泽度提升 好的 伙伴们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妆容需要选择不同的产品组合 那最后啊 我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代表大家来询问一下我们的阿丽塔老师 那首先要问的是 我们的气垫粉底啊 它有一盒里面有两个粉底芯 那一个安装在盒子里 一个是替装 替换装 那粉底芯如果用完了 可以单独购买吗 因为粉扑也想单独的购买 可以吗 那我们的气垫粉底呢 首先说 做我们益盒这样的气垫产品呢 它是有两个粉底芯和两个粉扑 一组呢 是已经安装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成品 那一个是安装好的 有一个粉扑 非常弹性的粉扑 同时呢 含有我们的这个粉芯 另外呢 就是替换装 我们再来看一下替换装 这个呢 有一个拆好的替换装 给大家看一眼 拿开以后 里面还是有一个干净好用的粉扑 还有我们的这个粉底芯 全芯的 所以呢 我们没有单独享受 我们只是 大家用完以后呢 用完一组就替换另外一组就好了 对 蛮全新的 对 这样的话会非常的安全 然后也很卫生 是的 那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 我个人也特别的期待 那因为看到韩国呢 有新的气垫了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 还要销售以前的气垫呢 嗯 因为我们的产品进口啊 它是需要一个备案的准备 尤其是有防晒和美白功效的产品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垫BB霜上面 都是有防晒指数 SPF 还有PA 那像这样的产品呢 我们的上市之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 那在我们开业之前的准备过程当中 新的气垫还没有上市 所以我们先对以前 口碑非常不错的这款气垫粉底 进行了备案的进口准备 所以大家呢 可以提前呢 先拿到我们的羽毛般轻盈装感的这款气垫 在韩国口碑也是非常点赞的 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 好的 那谢谢阿丽塔给我们的耐心解答 相信我们的伙伴们 对这款即将丧失的气垫粉底 已经充分了解了 嗯 那就好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登陆我们爱多美频道 搜索产品栏 里面有给大家准备的教育资料 供大家提前了解和学习使用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再见